本期话题 避孕药会引起月经推迟吗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单纯用孕激素 这个孕激素典型的药物 比如地区孕酮片 我们主张在该来月经不来 至少提前7天 甚至10天开始吃这个孕激素 每天20毫克就是两片 每天这样吃 一直吃到你想来月经的那一天 再停药 这是一种孕激素的推迟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